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挺恨你 但是这并不影响到我投靠你 为什么 那当然是为了利益了 我们喊陆庚农教大哥 我跟佳全想跟他连起手来来对付您 可他不上道 他断了我们财路 所以我宁可投靠你去对付他 你很聪明 董事长了解我 我就认钱 钱就是我爸 跟你这种人聊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 你无非是想拿回你的天灵药业吧 就是就是 董事长 你上次说了四百万 我倒是同意 只不过 还得先签着 你吃了豹子的 想从我这里老白使用 我除了您一个债主已卖 还有十好几个债主呢 你想想 人要是不是给逼急了 哪个王八蛋愿意把自己老婆送你当保姆 你说是吧 那你的公司 我也不会白给你 你派去管理那些人都不行 玩不赚的 除了每一个月给你添一大堆的费用 你得到什么了 你把它还给我就不一样了 我可以给你填平这个窟窿 这年月 不赔就是赚 您说呢 我需要的是 你可以回去当总经理 公司还是我的 那怎么玩啊 那这没法玩这个 我 我只干总经理 那连刷厕所那些人 都不拿正眼看我 到时候你还是一个亏 还是给你增加包裹 你把它还给我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真老板跟假老板的区别 所有权就是分水岭 你想想头儿子 你是愿意把这公司当成你的包袱呢 还是愿意把这公司还给我 当成我的饭碗 听着 这件事情 你急我不急 我要再想一想 你还有什么好想的呀 你把公司还给我 你那是减压 你那是卸包袱 对不对 听听听 你 你那个大人不计小人工 你就当我是你的一个屁 放了得了 行吗 好 你先把线条写好 给我看看再说 你这就算答应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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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又年轻了一岁 生日快乐 刘天安 你怎么知道我生日的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做生意的人 才会忘记自己生 因为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 所以生日不在他们的日常感到 小毛谢谢你 挺不激动 还得不激动 谢谢 写个月呀 我知道你许什么月 一定跟爱情有关 我许的也是 我希望父亲的在天之灵保佑我 你不该说出来 是啊 马天令的公司 我准备还给他 我今天看到他去你公司了 你真的没有必要那么做 为什么 杜书也有一句话 宁可迁怒君子 不可纵容小人 看来你真的很讨厌他 当然 你还记得当初我是怎么来你家的吗 一个连老婆都可以出卖的脸 你一定要当心啊 他将来一定会出卖你 而且连你的灵魂一起出卖 放心吧 我不会那么笨 笨得让他出卖 我也没那么笨哪 可是他还是把我出卖 远航 我来你这儿 这么久 突然发现 尽管有的时候 你会冲动 也会犯错 但是你是个真正的男人 一个光明侦探的男人 小鹏 可是 我可能会失败 你现在跟这个老板 很有可能 不是个成功的商人 不是个成功的商人 但是个真正的男人 这两者之间 有着本质区别 可是我有可能失败到 什么都不胜 你知道林乔林走的时候 跟我说些什么话 什么话 但是 即便是你什么都不胜 也会剩下的 你 为了我身材的 不胜 我想 帮我自己做一生日礼物送给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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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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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